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给予给大家播讲《曼他美国史》 那么这一集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给予两个版本的天明论 在围绕着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所进行的一场外交大辩论 早在美国战争爆发之前,这个辩论就已经开始了 围绕着美国是否应该兼并德克萨斯的问题 美国的国会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反对兼并的议员认为兼并德克萨斯不符合美国的宪法 它违背了美国支持人类自由原则的国家信念 违反了美国与墨西哥的条约 必将导致与墨西哥的战争,竟然引发与英国的战争 那么支持兼并的议员则认为德克萨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可以合法地并入美国 美国也有权接收德克萨斯 因而兼并并不会导致与墨西哥的战争 兼并不仅没有违背美国的国家信念 还可以防止英国,控制德克萨斯 不过1845年12月,德克萨斯兼并的完成 就真的成为了美墨战争的导火索 在美墨战争爆发之后不久 1846年5月11日 布尔克总统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富有鼓动性的战争宣言 军事委员会随即也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战争议案 两者都宣称战争因为墨西哥自身的行为而存在 要求国会授权 就战争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国会内部开始了第二场辩论 以来自南卡的参议员卡尔霍恩为首的反对派 从宪法的角度提出了不存在战争的观点 他认为应该严格区分敌对状态和战争状态 总统虽然被授权,击推入侵 但是宣战的神圣权力属于国会 他还强调说 投票赞成战争议案对他来说 就像要他拿着匕首 刺进自己的心脏一样不可能 但是支持总统的议员则从事实出发 认为战争已经存在 紧急状态下 战争的核心性问题可以留在以后再讨论 威廉·阿彻议员认为应该区分事实上的战争和法理上的战争 刘伊斯·卡斯议员则对卡尔·霍恩将国与国的关系定义为战争、和平与敌对三种状态的做法提出意义 他认为国与国之间不是处于和平状态 就是处于战争状态 和平的获得需要双方的努力 但战争可以由一方挑起 战争的存在不会以美国国会的意志作为转移 辩论的结果是主战派获得了胜利 5月13日美国向墨西哥宣战 战争的过程中 布尔克总统在8月份和12月份 先后两次向国会提出了拨款请求 并且宣称他的目的是为了和墨西哥进行和平谈判 迅速地结束战争 总统的拨款请求又引来了诸多的怀疑 结果再次引发了一场国会内部的辩论 反对派的议员怀疑总统是假借和平的名义 用这笔拨款去购买南方的土地 或是作为贿赂基金 其目的不是为了结束战争 谋求和平 而是为政府寻找无限信任票 鉴于拨款问题涉及到领土的购买 特别是南方土地的购买 反对奴隶制扩展的威尔莫特众议员 他提出了一个禁止奴隶制度 或者强制奴役状态 在任何新获得的领土上存在的修正案 附加在了拨款议案的后面 这就是著名的威尔莫特复文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辩论 这个复文被删除了 以波尔克总统为首的扩张派 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1847年3月初 拨款的议案在参众两院顺利通过 1847年9月14日 美军占领了墨西哥城 在军事胜利的刺激下 扩张主义者在美国掀起了一场 要求兼并全部墨西哥领土运动 也被称之为全墨西哥运动 12月7日 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他的第三次年度资文 建议更加猛烈地进行战争 直到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与总统的年度资文相呼应 12月14日 纽约州一位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 迪金森也提出了一份决议 决议指出 正确的政策要求美国政府 通过兼并临近的领土 来加强其在北美大陆上的政治和商业联系 这些临近领土 有助于上述目的的实现 并能够被公正的获得 无论是总统的年度资文 还是迪金森的决议 都认为美国应该兼并墨西哥 这在国会内部又引发了一场新的激烈的辩论 卡尔霍恩自然是最坚定的反对者 在他看来 将墨西哥作为一个省占有 或者并入美国 将最终颠覆美国自由的受欢迎的制度 卡尔霍恩他警告参议院 兼并墨西哥会给美国带来邪恶和灾难 但是国会内的民主党人普遍支持扩张 来自密歇根的卡斯参议员发表演说 他说任何企图阻止美国获取墨西哥的努力 都像试图阻止 压拉瓜大瀑布的吉留内亚徒劳无效 支持全墨西哥运动的议员 从以下几个方面 论述了墨西哥兼并的必要性 也就是墨西哥的固执 美国的天命 墨西哥的经济财富 和欧洲的阴谋等等 他们争辩说 既然墨西哥拒绝在公众体面的条件下 缔结合并条约 揭命墨西哥 这是结束美墨战争唯一的最好的办法 就在国会还在激烈辩论的时候 1848年2月2日 美国特使在违反常规的情况下 与墨西哥政府谈成了 瓜达鲁佩一大二条约 这个条约就满足了美国的领土野心 进而很快的就被美国国会所批准 全墨西哥运动逐渐消退 为期两年的美墨战争 也以美国获得了加利弗尼亚 新墨西哥等墨西哥大变的领土而告终 国会内部有关美墨战争的大辩论也就结束了 这场大辩论在美国国会内部 从兼并德克萨斯开始 到1848年3月10日 参议院批准了 瓜达鲁佩一大二条约结束 尽管辩论涉及了很多具体的问题 但核心的主题 是由战争引发的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美国革命就是以捍卫自由的名义进行的 在美国人看来 美国革命在北美大陆 不仅缔造了一个暂新的国家 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和欧洲专制的旧世界将对应 诞生在北美大陆的新世界 这是人类自由的避难所 当旧世界还陷于权力政治漩涡当中的时候 美国已经举起了自由的旗帜 自由的概念在美国社会生活中 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用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娜的话说 自由是美国人判断和界定个人和民族的第一概念 1787年的宪法 它提出了联邦政府的目的 就是在于树立正义 保障国内安宁 提供公共防务 促进公共福利 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在美国人的心中 在全世界发现和捍卫自由 应该是美国的国家目标 与真实和热爱自由相伴的 是美国人对权力的怀疑 美利坚民族形成的特殊经历 使美国人相信 对自由最大的威胁 是来自于不受制约的权力 为了避免出现集中的国家权力奴役 和束缚个人的现象 美国的建国国父们 设计了一整套的权力分割和制衡的机制 并且将权力法案包含在宪法之内 作为美国自由的主要阐释者 杰斐逊坚持认为 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 和建立常备军 这是对自由的威胁 他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 但绝不是强大的政府 主张赋予各州和立法机构 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 以足够的权力 但是美国从诞生之日起 就处于当时现存的 以欧洲为主导 由权力政治构筑的国际社会 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当中 权力斗争是它的本质 任何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都离不开对权力的追求 美国也不可能例外 自由的安全依赖于美国的强大 一个弱小的美国 在一个专制的世界里 是无法保卫 其自身的自由制度的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美国经常以其共和理想 来谴责欧洲的权力政治 但是作为现实国际社会的议员 美国它自身也无法超越 权力政治的游戏规则 为了保护它自己的自由制度 也为了有能力去推广它的自由制度 它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和强力的政府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矛盾 一方面是对自由理想的不懈追求 和对权力的怀疑 同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当中 又需要扩大自身的力量来保卫自己 需要强大的联邦政府 需要扩大总统的权力 所以对于权力和自由两者执行关系的思考 贯穿于美国的历史直到今天 这也是美国的一大特色 对自由的真实和捍卫 成为了制约美国扩张性政策的主要力量 在美墨战争期间 国会内部的自由派和扩张派之间 就美墨战争以及与此相伴随的领土扩张等问题 所展开的辩论 实际上就是这一矛盾的反应 通过国会内部的纷争 可以看到辩论的核心主题 是扩张性的外交政策和美国的自由事业是否相容 通过武力进行领土扩张 会不会威胁到国内的自由 美国的国家目标是追求领土的扩大 还是自由的延续 美国这个天选的国度是应该追求权力还是自由 简而言之 当美国与外界的 以权力政治为主导的国际社会进行接轨的时候 权力和自由的关系又应该怎么解释 首先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就是战争导致总统权力的扩大 这会不会威胁到美国国内的自由 美墨战争期间 美国总统通过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 掌握了外交决策的主导权 这不仅篡夺了国会的宣战权 还运用各种政治策略 迫使国会通过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拨款议案 控制着庞大的军事系统 建立起秘密基金 与西班牙政府交易 这些情况都表明 战争它加强了总统的行政权力 这种通过战争加强权力的现象 就引起了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警觉 作为总统战争政策的批评者 他们指责这种帝国主义扩张 将不可避免的或迟或早的导致国内政府权威的扩张 从而会威胁到美国人民的自由 威胁到美国共和制的原则和实践 卡尔霍兰在1846年5月15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战争议案的通过将给美国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为他剥夺了国会的宣战权 将其转让给总统 甚至是前线的指挥官 卡尔霍恩还就这一先例的将来后果进行了预测 他说他树立了一种榜样 使得将来所有总统都能致使发生这样的一种事态 也就是国会在没有经过商议和思考的情况下 被迫宣布战争 而不管这与正义的信念多么的对立 美末战争期间 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制争 反映了美国外交的一个最基本的困惑 也就是如何在国内保持良好的民主秩序的同时 赋予政府特别是总统足够的权力 以便有效的保卫国家安全和福利 美国传统上对于集中权力充满着恐惧和怀疑 认为拥有权力的同时 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可能 这种对权力的认识 实际上源于美国人对于自由的真实 他们不希望以国内自由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代价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从美国建国的那一刻起 美国就处于一种自住的国际体系当中 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 经常被当作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总统要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 必然就会要求与之相应的行政权力 只要国际社会还是由权力政治来构筑这个事实不改变 美国国内制度要求限制行政权权力 与国际社会无政府的国家间体系 需要扩展行政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 就会一直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存在下去 而另外一个主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战争带来的领土扩张 它会不会导致奴隶制区域的扩大 从而威胁北方的自由制度 美末战争从一开始就与领土的扩张联系在了一起 而领土扩张必然涉及到奴隶制的问题 因此激进的费奴主义者加里森 他指的说战争的邪恶目的在于 通过夺取大片的墨西哥领土 使得美国的奴隶制度得以扩展和永存 呼吁正义人道和平与自由的朋友 应该通过让政府限于瘫痪的做法 促使战争迅速的结束 耗着人民应该谨记上帝与自由同在的真言 为挫败政府的战争行为不遗余力 而激进的辉戈党人也将战争看作是奴隶主政权 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和特殊制度 而进行的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来自俄和俄州的辉戈党众议员吉丁斯 就曾经指出 奴役和自由是必定处于交战状态的两条敌对的原则 但是作为奴隶制的坚定维护者 卡尔霍恩却为自由州日益增长的反奴隶制情绪所困扰 在他看来 排除奴隶制在新增领土存在的可能性这一做法 就否定了南方的平等权利 侵犯了南方的利益 实际上等于在南方的周围 树立了一条由自由州构成的警戒线 因此和宣战问题和拨款问题一样 国会内部关于奴隶制问题的辩论 同样反映出领土扩张 对美国国内自由的影响 这个辩论不仅包含了自由和奴役间的较量 也体现了南北方的权利之争 新增加的领土 如果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 无疑是自由州的胜利 同时随着自由州在参院席位的增多 北方的权利也就得到增强 反之如果新增加的领土 是以奴隶州的身份加入到联邦 这则是对自由事业的打击 南方的权利将得到强化 但到全墨西哥运动时期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 墨西哥领土并不适合发展奴隶制度 有关奴隶制问题的辩论 这才逐渐的缓和了下来 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 是通过战争这种方式进行扩张 是否会导致美国 重蹈古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历史覆辙 在扩张主义者看来 希腊罗马灭亡的历史规律 它不适用于美国 因为美国是用与众不同的材料制作 它有一种扩张的特殊能力 一种其他政府从来没有有过的天赋才能 它的命运得天独厚 这里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 也不会有其他时代有过的 使自由人民受害的无意义的战争 因此美国的武力扩张 不会导致与古罗马帝国相同的命运 美国注定要向全世界范围内扩张 但是战争批评者将美国的命运 放在历史中予以考察 他们从美国的武力扩张中 看到了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悲剧 重演的可能 辉格党的一位社论撰稿人格里利 他就写道 希腊罗马用箭去扩张帝国版图 以至自由被毁灭的历史 这已经告诉了人类 只有白痴和恶魔才会去寻求 对国家如此有害的征服的荣耀 不过美国的对外扩张 这是由他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 所以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思考 美国的扩张是国内自由的保证 还是对国内自由的威胁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虑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说